好,各位,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引用 这在部落格的操作中是经常使用 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同时也是使用部落格 当你要使用别人的文章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意义 那它真的有非常妙不可言的功效 不过我在网路上经常看到别人 宁可倒用 他也不愿意引用 那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他宁可倒用 也不愿意引用呢 那是因为他对引用这个功能 有一些错误的了解 有一部分的人 他以为所谓的引用 就是在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一篇 非常棒的文章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写 在部落格发表一篇文章 写下推荐的内容 推荐的原因 然后建议他的网友去看 然后附上一个连结 然后让他网友点这个连结可以去看 他以为这样就是引用的 其实不是的 那这样景多只能算是他默默的推荐 那么这样的默默推荐 这样默默的推荐 当然就许多人不愿意引用了 其实这样不算是引用的 那你看 你辛辛苦苦的写了这个推荐的文章 然后呢 附的连结 让你的网友都跑到他那边去看 你自己似乎毫无好处啊 那好处都被人气啊 什么都被对方给享有了 那所以许多人他宁愿倒用 也不愿意引用 那其实这样不算是引用 正确的引用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必须发出引用通知 那发出引用通知会有 会有什么后果呢 那也就是他会在对方的文章底下 产生一个连结 可以连回到你的文章 同时呢 你的推荐的文章也会附于一段 简短的内容在对方的文章底下 跟那个连结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引用文的内容 那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产生 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好 他有他有好处多多了 第一个他可以获得友谊 如果你真的很诚心的写下了推荐文 当你引用别人文章的时候 别人看到有一个引用通知 通常他也会回来看看 谁推荐我啊 他是怎么样的推荐我呢 他是怎么样利用我的文章内容呢 他是怎么样引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会回来看 如果你写的真的很诚心诚意的推荐 那首先你真的可以获得一个友谊 因为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是一样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 如果真的有人赏识 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其次 当你的文章有一个连结 在对方的文章底下 那相对对你来讲 也是增加你的曝光啊 也会让别人有机会来看到你啊 如果双方抽味相投 这个意见相合 那说不定可以成为网友 对不对 那么第三 千万不要以为引用别人 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好像自己写不出文章来 都是推荐别人文章 其实不是的 网络上有所谓的这种推推网 这种网站 也有网摘师种这种工作 什么叫推推网 这个网站很特别 他自己不生产文章 而是有许许多多网摘师 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好的文章 就会到这个网站来推荐 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相当多的好文章 所以变得也有相当高的人气哦 因为网络上很多所谓的废文啊 就是里面也不知道写些什么东西 那没有价值 你点了就是网络上那么多文章 你到哪里去找好文章呢 你到这种推专门推荐别人文章的地方来 他还帮你分别类 想学什么 想看感人的文章 想要学教学文章 他都会在那里出现 那相对的别人就很愿意去 如果你的部落格成为一个 类似推推网的地方 而你成为一个网摘师 如果你推荐的文章都是好文章 那对你的部落格的经营人气 也是一个方向啊 对不对 所以常常引用的确 别人的文章的确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并不要以此为耻啊 各位同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正确的引用步骤 那引用的步骤会非常困难吗 会非常难以学习吗 完全不会 非常非常容易 你还是一样打上你的推荐文 你还是在文章之中附上连接 只不过你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要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来请往下看 好 我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无名的 是无名的 那么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 发出引用通知 的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加号 对不对 你只要把这个加号点下去 这边就会多一个栏位了 好 这时候你只要输入对方文章的引用通知文 它就会出现哦 那比如说我们来举例哪一篇文章 好 我以自己的文章为例吧 比如说这篇常用文章 常用语法的简易版 我还特地放了连接在我的最上方 常用语法 那我因为我自己常常用嘛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边 方便我自己来点 好 这篇文章的底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文章的底部 你会看到这里 本篇引用的网址 那你只要把这边反白 或者是无名有做一个贴心的按钮 复制引用网址 你只要按一下 你看这边会有一个警告视窗 告诉你 已经复制进检贴部了 你可以去贴上了 这个时候你按确定会关掉 来我们接着回来 好 回到我们刚才这篇文章这里 本篇引用网址 这个栏位还在对不对 我们这个只要右键贴上 这个时候 等到你写完文章 送出文章的时候 系统的主机 就会帮你发一个引用通知文 到刚才那篇文章 刚才那篇文章 那这个时候 等到你写完过一会去看 它就一下下就好了 它底下就会出现一个连结 连回来你这篇文章 同时还会附上 你这篇文章上面一段 最上面一小段文字 成为引用通知文 那是不是只有无名 才可以引用无名 无名可不可以引用别人的文章呢 请你注意 我现在教的方法 是完全正统的方法 任何其他部落格 只要有本篇引用网址的 你都可以使用 例如 好 我觉得我这篇文章很好啊 我希望能引用这篇文章 好 那我们怎么取得它引用网址 一样 是在文章的底下 来各位请看 本文的引用网址 你也一样复制这一段 同样的 这边也有一个按钮 只不过这个按钮 按下去就直接复制了 它并不会弹出一个视窗 几乎各大部落格文章 只要这个版主 它没有关闭引用的功能 几乎你都可以找到这个引用网址 好 一样你回到刚才 回到刚才这个文章底下 一样你右键贴上 这就是 所以刚才那篇文章的引用网址 好 那其他的各大部落格的 引用方法也几乎都相同 例如我们来看这个 天空的部落格好了 好 各位 好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天空部落格的这个 发文界面 上面这一段是写文章的地方 上面这一段写文章的地方 一样在最底下 可以发出引用通知 怎么没有啊 有的 首先呢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预设是草稿 你必须把它改成公开 这边点一下 好 接下来你看底下 就会有发送引用 你要发送吗 要 我只要点发送 你看这边就会有一个栏位了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引用的文章 的引用网址 那比较不同 比较特别的是 它不是从上面摘取 文章的内容 而是这边你要稍微写下 你怎么样推荐文章的一个 简短的推荐文 那么 天空是这样 天空是这样 皮克也是这样 来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是 皮克帮 他的发文的地方 上面这个是 发文的内容 下面请看 我们把画面移到下面来 在这边有一些细的选项 你看到在这里 有一个发引用通知 你把这个加号点下去 怎么没有任何变化 有的下面就多了一个栏位 一样 你把网址填上 这样你在皮克的发文的时候 一样也会发出引用通知到对方的文章 以上就是简单的说明 如果各位不嫌弃 这篇文章你觉得写的不错 欢迎你来引用我这篇文章 顺便练习一下 怎么样 引用文 然后快练习 让你的好朋友或网友 也学会引用 将来他们就可以引用你的文章 说实在 有的时候不见得有多大功效 但是当你得到一个引用文的时候 感觉上还蛮虚荣的 谢谢大家 今天教学到这里 赶快来练习吧